現在的蒙面法到底可不可以濟亂 其實我們已經見到是沒有可能的 蒙面法推了到現在的局勢其實沒有怎樣緩和過 反而我們見到很多的問題 我們亦都有很實際的情況 在學校裏面的同學仔或者老師 其實他們有病都不是很敢戴口罩 當然你的寫法就是說 其實學校裏面是不關事的 局長都有講過 但是這個白色恐怖落到學校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的年輕人 或者對我們整個社會有些什麼影響 或者對我們的公共衛生有些什麼影響 其實大家是不是應該去想一下 如果我們立一條法例出來 完全是解決不了問題 而引申更加大的問題的時候 到底這條法例到底立來做什麼 日常的逛街 日常的生活 條例是沒有禁止你們是不可以戴口罩 只不過是一些特定的一些公眾活眾 用秩序或者有可能是引致一些騷亂的情況之下 那些情況才是不可以戴口罩 規例就是這樣說 規例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阻嚇一些 特別是一些有暴力的人士在蒙面之後 進行一些暴力違法的行為 這個是第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而第二個目的是令到我們在一些警方的刑事的調查隊 他進行一個調查或者是相關搜證的時候 他可以是有效進行 因為很多的干凡事的人 當時蒙了面的時候 就不可以是有效辨認他的身份 請問我用到一個人區做到一個人區 你給我一槍 請問我們 我會不會起司 對我有一些不關的 我會不會起司 噴 就 先 喝 酒 你